就整個是腫起來一塊一塊 腫起來一塊一塊的 好像類似蜘蛛症 腫了好久 那你這個又要去擦肋固醇了 對 要擦一段肋固醇 它才能消下去 所以有些皮膚 像我覺得我的皮膚 就不適合去做那種飛縮 可能要做比較溫和 那什麼樣子的皮膚 適合做飛縮 你看過什麼樣 有到很誇張的例子 有啊 很多男生 我覺得是男生 尤其是青春期的 然後它那個豆子是怒放型 然後一個一個濃包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如果那種濃包 你沒有處理的話 很多就會留下一個一個坑洞 尤其男生他比較不會去護理 他就一直扣他 扣他 擠他 很多根本就不理他 他覺得那個是很Man的感覺 是 而且他一直覺得那個 那個有沒有 那個痘痘在跟他打招呼 然後覺得裡面的那顆有沒有 那顆他就把它擠出來 然後有時候噴出來 他就覺得有快感 但是他後患無窮 理他比較好啦 還是應該處理很多像這樣子 很多是長這種樣子 理他比較好啦 好慘喔 這個要做很多次 才會變這樣子吧 沒有 現在的科技 像這樣的話 他真的理他以後 先把裡面的一顆一顆的痘痘 有的人是痘痘體質的 對 然後有些濃包 裡面都是藏滿 痘痘體質很奇怪 這個名稱就很奇怪 叫痘痘體質 怎麼講呢 就是阻塞在裡面的白頭粉刺 外表的黑頭粉刺 卡在那一邊 真正要把這種膚質 把它去掉的話 你乾脆把它的表層的皮膚 磨掉 磨掉 聰明 有抓到重點 就是把它磨掉以後 皮膚變薄了 可是也不會長痘痘的 這個民眾確實是 他把痘痘紅疤 他這個就是做飛縮是不是 這不是 這是做磨皮 磨皮 磨皮的病人 可是磨皮是最後一道防線 那你飛縮的力量 在現在來講 因為飛縮雷射是縮小毛孔 現在民眾做飛縮的比例 是都期望他又能夠除斑 又能夠縮小毛孔 這個是可以 可是磨皮的效果 一次就磨皮來講 毛孔粗大來講 一次抵過飛縮雷射是50次 所以有的人會覺得說 我乾脆一次把它磨平 那有的人是慢慢的做 飛縮雷射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原則是 不要干擾你的作息 是 那這樣的情形 像磨皮的過程當中 例如說他要做好多次的療程 他中間那個 不是都紅的沒有辦法見人嗎 如果他上班的話 根本沒辦法進去 有時候磨皮是一個必要之餓 之痛 必要之餓 但是它是一個破壞性的建設 磨皮是 假設我們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媒體的朋友 他的臉部五官是好看的 可是他就是凹凍很多 凹凍很多 有一次 不知道什麼陰臉之下 他就採訪磨皮的事情 他聽到磨皮 他一開始覺得有壓力 可是事實上我們磨皮以後 你的皮膚是變得平整的 所以以前的磨皮 是用二氧化碳雷射 現在的磨皮 應該是用的是叫耳雷射 耳雷射 你只要用的是 院長 現在 因為我以前採訪的醫藥那個印象 以前的磨皮會整個是血跡斑斑 然後是不能見人的 現在不會這樣子的 可見就是你的資歷很深 血跡斑斑的那個叫做什麼 早期的磨皮 早期的那個鑽石磨皮 或者精密磨皮 就是那機器在滾輪的 對啊 真的 我做完之後滿臉都不行 我查訪過那種 真的是血跡斑斑 然後是不能見人很久的 現在改了 現在進步的叫做耳雷射磨皮 耳雷射 而且耳雷射磨皮 也不會什麼血跡斑斑的不會 而且耳雷射有一個好處 它磨得很平整 當然我提到耳雷射的效果等於是 非洲雷射的五十倍 所以你到底要花一次時間 還是要花五十倍 可是它的痛是非洲雷射的 差不多痛還是 五十倍痛 應該是比較不痛 耳雷射更不痛 因為耳雷射有孵麻藥 然後你非洲雷射有的人 就乾脆不孵麻藥 你現在耳雷射磨皮 深度是0.2公分 你非洲雷射也是0.2 但是問題是耳雷射磨皮的效果 它是整面的把你拋光 拋光0.2還不會流血 它不一定流血 它不一定流血 現在耳雷射是一個可接受的 可是現在使用量 大部分都被非洲雷射作成 第二個情形是 你真的有黑巴的話 我們應該是除黑巴 因為黑巴這個現象 大部分是豆巴 紅巴 黑巴 黑巴的話就是把它當作退紅的 去黑的 紅寶石雷射 紫吹雷射就可以把它 黑巴把它拿掉 這個擦保養品大概可以遮瑕 但是你真的要掉下來的話 還是用雷射比較直接 另外一個是 紅巴是最普遍的 而紅巴的治療非常方便的 就是染料雷射 把它退一退這樣就好 對 好 所以油性肌膚 我們一般都其他地方 油性肌膚 它比較不會長斑 因為我們已經長了痘痘了 還要再長斑嗎 怎麼那麼可憐呢 可是其實油性肌膚也會長斑 那原因在哪裡啊 我想長這個斑是女孩子的專長 10個女生 9個斑 跟乾性油性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 沒有關係 女孩子長斑的話 大部分都是一個是荷爾蒙的問題 第二個是皮膚太薄 第三個是對陽光的紫外線 稍微一照射的時候 那個耐受性就不夠 女孩子這種長斑的比例 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受到荷爾蒙的干擾 尤其在這種體質改變的時候 MC來的前後 懷孕期 更年期那時候會不會有比較容易 特別厲害 對 所以女孩子應該說 有兩個特別注意的時間 注意的事項就是 女孩子如果長很多斑的時候 斑特別厲害的時候 就好好的 因為我剛剛講到 長斑跟荷爾蒙主要有關係 所以就好好注意 乳房的檢查 還有子宮頸的抹片 抹片 因為這兩個因素 它有關聯性 也都是有荷爾蒙的關聯性 長斑特別厲害的人 就應該做子宮頸的抹片 跟乳房的檢查 找醫生看 院長如果長斑 已經發現有一點輕微的 這樣蛋斑的話 那是要直接去 比如說做醫美 還是說就預防它 繼續長得更深 預防就可以了 預防防止曬太陽 防曬 加強睡眠 可是它不會回去了對不對 回不去了 一旦長出來就回不去了 少數有的人 真的是從睡眠 跟小小的散步運動 拉得回來 好 如果觀眾朋友 你油光滿面的話 要避免吃什麼樣的食物 我們請儀禮告訴我們 這是大家最愛吃的食物裡面 都會種 不是昨天才吃的嗎 才加母鴨 或是麻油雞 花生 巧克力 甚至是美式的一些素食 或是辛香辣 這種辣 就是比較辣油這一種的 所以比較辛辣的一個食物 通常有一些研究發現 如果你體內缺乏維生素 B2的這種的話 也跟我們… 因為維生素B2它是屬於 是美容維生素 你缺乏的話 跟體內的乾燥 又變成內乾外油的這種狀況 所以你可以補充一點 比如說像是全麥類的東西 或者是說一些豆類的 比如說黃豆 豆漿的一些製品 還有剛剛我講的一些蜂蜜 綠色的蔬菜 它都有豐富的B2 這一些燥熱的辛辣的食物 盡量就不要在你油光滿面的時候 繼續吃 因為怎麼會更油 對 但是我有一個另外一個 不同的想法 剛剛所列的東西 就是我們生活大眾經常要吃 一定會 對 你要知道是吃的量的問題 就是頻率要減少 減少 或者說它的質感 譬如說你要吃薑菇鴨 你只要吃裡面的瘦肉 其他的那個部分 湯就不要喝了 然後還把最上面那一層油有沒有 撈掉 還有那個撈起來 撈起來 就沒樂趣了 沒有 那你撈起來給旁邊的男生吃就好 那個人都滿面 院長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有一些人長的豆子 它是悶在裡面那個長不出來的 對 因為那個如果能悶 那個悶在裡面其實更不舒服 對 所以有些人是 有些人的說法是說 像這樣的體質的人是身體太虛了 他連那個元氣都不夠 所以豆子這樣冒不出來 他們會建議說可能要去吃一些像這樣子 那個熱性的食物 把它冒出來 然後加熱 加溫 讓它整個怒放 那個苦肉劑 有一點苦的苦肉劑 那個最好的方法就是說 你悶的 悶的 悶的那種痘痘 這個直接把它用挑的 那挑的方法 直接挑出來 挑出來的方法是用那個 那如果一兩百顆 不是挑腳套匙 用耳雷射去挑 用耳雷射或者是現在 以醫師醫療單位來講 都會一顆一顆的把它穿刺 把它擠出來這樣就好了 對 可是這個很有成就感 因為它那個青春痘 像這一種大獵青春痘 它裡面還是有一個濃包 濃包 所以把它擠出來 就擠出來就好了 所以就要一顆一顆挑出來 其實這個很有成就感就是 很有成就感 很多我擠這樣的故事就是說 我們請護理人員 去跟它擠的時候 護理人員可能一開始 我們要擠個10顆 20顆大顆的對不對 擠到後來 連小顆通通跟它擠 擠到後來覺得很舒服 為什麼 挖一下就起來 挖一下就起來 所以你用針去把它挑 或用耳雷射先把它打一個小孔 小孔來引流 引流的意義 打一個小孔 它的濃包就可以 用很大的壓它這樣子 對 把它引流出來這樣就好 但醫師 因為我發現有很多的朋友 他是因為不知道怎麼去擠它 他自己亂擠才會留疤 對 所以應該是找專業的人 去處理那個痘痘 對 用針把它引流 有的自己還說針燒一燒 要去試一次 其實那個都會感染的 那個危險 因為自己的針 去做無盡的觀念 這個非常地小心 我想說如果你有農 因為大部分的民眾 都在於你的痘痘的厲害 甚至你遇到這種困難的時候 我想現在處理不難的是什麼 引流的概念 你把裡面的東西就是 它不斷地發炎 不斷地在寵物的發炎 老是那幾顆 你就把裡面的龍頭把它引流出來 就好了 一次好了就好了 所以腿或手把它引流出來 引流出來就好了 好 我們今天談到肌膚的幾個狀況 敏感 油性 乾性 敏感肌的話 如果做醫美手術 剛才院長大力提到 要做哪幾種手術的術 剛講的吃炸雞你要去皮 然後比如說你喝湯去油 這種小小的技巧 對一般人來講 他可能會覺得很麻煩 或是說他覺得說 好像感覺不怎麼樣 可是實際上我們統計 它確實可以去掉 一半的一些不好的油脂 比如說像你選的乳雞腿 跟所謂的炸雞腿